大家晚安 各位朋友 今天2月14号是西洋的情人节 这个情人节 大家都说愿天下有情人 阶层眷属 可是实际的情形 我们有时候很希望 反过来感官 就愿天下眷属 同时也永远是有情人 这个是比较难 不过有情人成为眷属 他常常用冤家来相称 这是有他的理由 因为一旦生活从白雪公主 还是从这个公主跟王子 进入婚姻状态之后 可能现实的生活 就会坦在眼前 人民跟政治人物 有时候也是这样 大家要省略的时候 我会跟你说得很好听 一旦骗到之后 真面目就露出来 我们当然希望 天下的政治人物都不通 可是说真的有点难 我们在这里和各位介绍 现任各位来宾第一位 我们的前立委刘文雄 大家好 再来台北市市医院检余 老师好 台湾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同样资深媒体人钟联华 主持人郭美朗星大家好 尤丸心资深媒体人康南俊 主持人好 台湾 其实各位朋友一年一度的西洋前年节又到了 前年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坚持对官场功能提高的马总统 昨天又对日前冲撞总统府的张德正提高 秋长沙巴板 不过马总统今天是在脸书上 泼出了一盒巧克力跟一杯热茶的照片 给谁除了感谢妻子周美清以外 也祝福工天下相爱的人 前年节快乐 马总统秦人节在脸书放散赛恩爱 但是面对政府提高求偿的官场功能跟张德正 大家做何感想 我要请一下 谁定对秦人 就是周美清周嫂 又是巧克力 又是这盒热茶 可是我们看这些官场功能 他们不要说巧克力 你给他一杯热茶的温暖可以吗 其实他这盒巧克力有没有 他是说以一盒友邦送他带回来的巧克力 所以使用日期可理我先给他解释一下 使用日期可理我先给他解释一下 已经刚刚才不厉害了 现在他过年前回来 现在就都元宵节 要注意就对了 还一杯热茶 祝福祝福 祝福天下的人 今天是情人节 怨天下情人阶层眷属 怨天下眷属都是有情人是不错 可是问题是 他刚才说到官场功能 难道只有不只官场功能 元旦开始 e-tag的那些几百个 高速公路的收费员的事情解决了没有 是党会买去的 党会买去的没有 解决了没有 你说半年的时间 叫远通电收要把它等于说 美剂的转就业 解释了吗 我昨天在这里说过 还有很多过年前后被资遣的 失业的这些劳工 但是你解释不 你都去解释这个 为什么呢 爱情跟面包一样的重要 没有面包 我怎么算有爱情 我今天也是没办法去吃大餐嘛 没办法去算说去庆祝嘛 还有不可能没记住哦 其实马英九在他的脸书 赛恩爱在那里说巧克力跟热茶的故事 的语言 他就说他很强调尊严劳动 强调什么叫尊严劳动 他说他同时劳工就对了啦 我们的总统马英九先生 他在里面说什么 老保年金 国民年金 什么年金一大堆 有多好多好 请教一下 去年一整年 你都没有讲到年金改革的东西 然后现在立法院开议了 老保年金到现在都还没有保障 还没有入法 你竟然就在里面讲说 这是你的公积 这是你的那个整个政绩就丢了 相较之下来谈谈 强调今天情人节的过程当中 十五元宵节正月十五年就过了 再去拼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政府告诉我们 我们的经济成长 跟我们的阮盲 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如果做美金我看了马英九 我看到这个巧克力 看到那个热茶 再看到你对这些观众功能 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讲 很奇怪耶你 对 不过 我也觉得不太了解的是 他今天做到他po上脸书的过程当中 他们在台南的小孩讲故事 那到底他有没有吃这个巧克力 跟那个在被热茶了 是 巧克力都溢掉了 相对都变冷了 农历年前退伍军人张德正 驾驶沙士车冲撞总统府 这一撞 吓坏的总统府跟国安单位 也包括马英九大概 忙着想出应用的对策 结果传出了要封锁海达 格兰大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来了解一下 1月25号凌晨 男子张德正开大货车冲撞总统府 甚至撞坏防弹门 让总统府的安全亮起红灯 事后相关单位赶紧捕破网 总统府更打算提出新的管制措施 总统府提出新的文案措施 就是从警服门到总统府之间的 凯达格兰大道将全面封闭 或者是往总统府方向将禁止通行 其实总统府前的凯道 以前就有严格的交通管制 到了1996年 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 把原本的借售录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 也让机车跟脚踏车可以通行 只限制6.5吨以上的大货车 还是禁止通行 张德正冲撞总统府之后 总统府以及国安单位进行检讨 提出各项的强化管制措施 除了封闭或单向封闭凯道之外 包括周边路段增加管制哨 或是增加车牌监视 车辆管制系统都是可能选项 府方陈旧怎么样去提升监视系统 或是周边管制去设置 车辆管制的这个事项 有请台北市政府的交通局 还有警察局 先做一个可行性的评估 相关的讨论 目前都只是一个朝你的阶段 总统府四周都是现在都是道路 都是供车流在使用 那进一步的任何的一个管制措施 对于车流当然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影响 各种可能的方案 就是我们国家元首的安全 还有兼顾车流的一个影响最低的状况 我们来提供建议 那最后决定由总统府这边来做决定 虽然凯道管制方案还没有开会决定 不过根据统计 凯道的车流量不大 就算是尖峰时期 一个小时也不到八百辆 但是用路习惯改变 冲击最大的就是计程车司机 如果前面这条路封闭的话 对你们来说会比较不方便 会 为什么你们会常经过这里吗 有啊很多客人我常从这边经过 赞成吗 赞成 怎么说 因为它这个样子保护总统的安全 应该还是有一点配套措施 那个就是完全封闭的话也是不好 台道进行更严格的交管 赞成反对都有 如何在援手安全与用路权益之间取得平衡 相关单位还得仔细评估 温兄兄太保守了吧 紫峰比凯塔德当大道吗 那行人的话要脱鞋要不要 要有配套措施不是吗 一般就是说从那个公园路过来的时候 就要有那个安全的要金属感应性 还要脱鞋子 还要脱鞋子 这莫名其妙了 我是当宪兵的 没这回事 台湾是很幸运的 对不对 我们要讲如果是张德政那天是真正有心要去 要去的话他不会选择一大早 或者他等马总统回来 第二个他也不会空车去 他上面放一点点汽油就好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总统府这边也好 或者说相关的这个警备单位也好 不必做这样的措施 反而老百姓觉得你们对自己没信心 今天谁会对一个元首有这样攻击的行为 那就是表示大家对你都要 马英九不是说你了 马英九 马英九昨天我差点 马英九昨天是不是这样讲 他在国外就讲说 这个人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行为 就是人民对我们不满 政府要检讨 那我们好好检讨 你现在要检讨这个 不是检讨凯塔格兰大道 你检讨凯塔格兰大道干什么 我说一实话 有一个笑话 不是笑话 就是真的旅行社 他们到后来就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台北市不大 很多的观光客 尤其路客 都会有个点说 到台湾那个总统府前面照相 结果后来他们说 台湾到底有多大 为什么只有这几条路 因为每次怎么走 都会经过总统府 上午经过一次 下午又经过一次 走来走去都在总统府附近 那请问这样 是不是有观光客的地方 有观光的车子 都不能够经过总统府吗 那这个太复杂了 我觉得要检讨的是政府 而不是检讨车子 不是检讨人民 更不要检讨这个 所有的行人 我觉得过去这些 所谓限制这些车辆的 这些措施 是威权时代的想法 没错 甚至于说当时也不是讲吧 那你总统 我想请问总统 你在里面商办时间多吗 你早上又要跑步 又要游泳 要准备巧克力 要倒入场 然后还要去检采 你什么时间在总统府 是不是 这一步是台北市政府 以前台北市政府是这样 是下午六点钟以后 他又回来请大家开会 那开会的时候 他开始杜估 杜估的时候突然说 报告请市长才 那我请金老师看完再说 就搞半天 他除了跑步以外 他可以自主行为以外 其他都要靠金老师 我的意思是那个他送个巧克力 意思是金沙巧克力 这样才符合嘛 对不对 沙狼沙 好 作为台北市市议员 我们今天看到的讯息是 总统府真的提出来了 要封凯达格兰大道 而且方案不止一个 这个对台北市民或者是道路使用者来讲 不会造成不方便吗 影响当然很大 而且你仔细听刚刚交通局长的谈话 交通局长说 我们会以元首安全为前提 再来兼考虑车流量 不对吧 以马总统说的 这个应该人民有所不满 应该以人民的用车的情况为前提 我们后续才考虑说 如何车冲撞 会车撞到三楼的总统办公室吗 冲到一楼 那个电梯要够大 才能进去再上去 你冲到一楼 其实是真的很不应该 也应该都防堵得了 一个义务意都挡得住了 有那么多的先兵队还那么多人 怎么可能需要到把它改为单行道 我一看到他说改变车流 车流的话 当然不可能往总统府方向去单行 所以完全往西路这个方向单行 那完了 因为那个方向要转那边过去 本来其实就很麻烦 所以整个车流 整个火车站附近的车流 会全部乱成一团 那我们是不是重回戒严呢 他叫凯道叫戒兽路的时代 戒严时代 我念北一女嘛 教官都有教我们 经过总统府前面 头低一点 对 头要低低 不要常直视里面 上下午升旗跟降旗的时候 必须塑静 机车跟脚踏车不能通过 而且经过的时候都要低头 所以这是教官教的 这个叫做教 这个叫做教低低 你听得懂吗 就教你头要都弄低低 比较安全 我们就回到那个时代嘛 那我也在这里建议啊 其实我们台北市政府不必拍马屁 我们恭请马总统 我们签我们的总统府到猫懒上面 你总不可能冲撞 大家以后上下班都是做猫懒 这不是更安全 是 没问题 我们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如果 如果真的是为了总统的安全 考虑到要封凯道 我赞成 可是我认为 要做比较漂亮的 因为条条大路通凯道啊 你封凯道没有用啊 你要封前门后门啊 所以最后其实最好是怎样 是封总统府没有门可以进去干不下呢 其实我还蛮同意于燕的建议 我觉得与其把大家关在总统府外面 不如把总统关起来就好了 那关一个人 关一个人总比较简单嘛 那叫做关底 对对这比较简单嘛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严肃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现在总统府在那个位置安不安全 的确他有安全上的顾虑 这个其实不管谁执政 将来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讨论 比如说总统府迁移啊或干什么或是仿造白宫 这个驻办合一之类的 可是这个方案我必须讲 现在总统府真是已经偷懒到 连copy东西抄答案都只抄一半 为什么我说要抄一半 因为其实类似的方案在很多年前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其实当时的国安局特勤中心 有提出类似的方案 所以关度来哪里 但是人家是有配套的 什么配套呢 当时的特勤中心提出来是 总统府因为众生不够 所以周边防御的这个距离比较短 所以他们当时提出来是说 其实不只凯道 就是重庆南路 贵阳街 博爱路跟包括后面的这个 保庆路 就是总统府四边四条道路 全部变成行人徒步区 就车辆通通不准经过那周边 但是有一个配套 走地下道 就是车辆是走地下过去 可是后来这个案子 根本没有出总统府就被否决 为什么 因为花太多钱了 当时的总统也好 秘书长也好 根本不敢同意这样的案 他说这个 这不用想 这送出去 终于扔得满头包 所以当时根本没有送出去 结果后来 现在总统府呢 不知道翻箱倒柜 从哪里翻到 就抄一半就好了 好 过去是封四条 我们只封一条 可是人家底下配套 你没有抄 大家想想看 凯道如果说 封闭从警服门 往总统府的方向 那我们今天大家想想 驻台北人都知道 你如果要去贵阳街 你要去保清路 你要去博外路 你要到后面中华路 你要怎么走 那根本是 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悲剧 而且我觉得 其实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因为为什么 你今天 我昨天讲过 想跟张德正做一样事情 可能很多 但是真正去做的人 搞不好只有张德正一个人 你有必要为他一个人 把整条凯道封起来吗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倒过来讲 人俊 到底是问题出在张德正 或者这些要被防范的人 还是马上 过去没有这种状况 我记得我们过去提过一个例子 有一个病人 这个量那个体温 一量哇塞 40度 怎么办 没有退烧药 只有一个办法 怎么退烧 把那个温度计拿到冰箱去 你现在不是等于是这个样子吗 你封凯道有用吗 我们选总统 总统这个职务 他是应该为人民服务 不是造成人民的困扰 凯道可不可以封 当然可以封嘛 每年10月10号的时候 国家庆典的时候 总统府周边要做交通管制 大家都愿意配合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为了国家 好 我们今天在讨论就是说 总统府要封 他有一个前提是 怕人家去冲撞他 可是你会觉得很好玩的是 如果今天是因为 国际有恐怖的攻击 是针对我们的总统府 你这个总统要 总统府要做什么 为安要做什么 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但是你今天要防范 居然是你的人民 说我叫我人民接近我 所以我要赶快把他封起来 我举一个例子 刚刚提到总统府 总统府前面有南北广场 这个地方说真的 警备应该要森严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陆客来 都在那边拍 为了让陆客可以好好的拍总统府 他们特别在南北广场 那边弄了一个平台 让陆客可以非常接近 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的一个位置 可以在那边照相 我不是说这样不好 而是我就必须想 总统府你应该为谁服务 因为台湾的人民服务 你对陆客都可以想到 这么贴心 帮他们找一个位置的时候 难道你对民众 今天他为什么去冲撞 那个总统府 很简单 他的诉求很简单 他也不是说你马英九很烂 你直接去看张德正的那个说法 他不是批评你马英九 执政不好 他是讲说我的冤屈 我没有办法受到伸张 我认为我受到委屈 难道这样子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的这些国家的行政官员 为这件事情 去想要做一个解决的方式 没有 只想到说 哎呦不行了 你会危害马英九 所以我赶快 赶快把它围起来 那你干脆这样盖围墙好了吗 如果你不愿搬 就干脆把自己关在里面 这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问各位一个歇后语 马英九就像凯盗一样 什么意思 疯了 我们这段新闻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 谢谢 各位朋友 马英九 今天有时间去赛恩爱 但是呢 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面 他批评的官场功能抗争 会让外界产生 劳工过得很惨 今天官场功能案 开最后的一次辩论庭 这些被马政府求伤的官场功能 他们是回过头来 怎么看待马英九的谈话 了解一下 开令前 官场功律师团和劳团代表 再度控诉马总统麻木不仁 要他听到 劳工很苦绝非错觉 有抗争 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错觉 好像我们劳工 是不是都生活过得很惨 或者是都得不到保障 他现在还在执政 真的对劳工好的话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社会抗争 今天大家会在这里 跟一群官场功能人 在这里打这个官司 就是表示台湾的劳工 其实活在地狱里面 官场功能遭遇雇主恶性倒闭 激欠资钱费或退休金 原本政府先代电的补偿款项 却被劳委会主张为 创业贷款 促进秋业贷款 认为这些劳工欠债不还 提告求偿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 我们主要要离经这一点 这笔钱是劳工应得的 而且这笔钱就是不用还 好 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补偿责任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审判长 却斥责劳委会出庭的官员 如果认定政府贷款给失业劳工 属于司法契约 为什么当初案件 从桃源地月移转过来时 不提抗告 劳委会官员只说 尊重所有法院裁决 部分改由行政法院审理的 官场工人被告案件 已在二月十四号辩论终结 预定三月七号上午十点钟宣判 各位朋友 这是不是巧合 马英九总统 担问的人弄下去 他说他要封凯道 这些官场工人 马英九说 我连一条活路都不给你 虽然不是这样 没有错 这个官场工人 其实我们看到官场工人的时候 跟其他的那个劳资纠纷 又不太一样你知道吗 你会觉得可怜非常可怜 为什么呢 而且因为当时当年的时候 当年的国民党的政府 是用一种等于说 类似实质上的带位球场的精神 难道马英九不懂吗 我相信他一定懂 可是他现在却坚持说 他这几天花言的情绪 跟你说坚持说 要用法律的程序 去解决这个问题嘛 其实我告诉各位 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 不等法院判下来的话呢 这样子公务人员会怎样怎样 其实讲坦白的嘛 所谓的不作为就是怕 如果他不花那么多钱 请那么多律师去告他们的话呢 会被监察院弹劾 对不对 是这样吗 我告诉各位 今天举那个白布条 抗议马英九 去说他麻木不仁 那你知道吗 我们的监察院至少有一半 是麻木不仁的嘛 另外张通龙跟黄世民 躺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嘛 所以呢 如果马英九他愿意 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面 蓝绿朝野 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现在卡着马英九一个人 我不客气讲就是这样嘛 如果马英九点头就没事 包括蓝绿朝野 立委各界 包括监察委员都不会有事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真的非常的可怜 可是问题是 马英九在这个时候 明知道大家的氛围是这样 虽千万人 他亡以 任俊 刚刚那东西讲的我都同意 有一句话 我不是那么同意 这句话就是说 马英九如果愿意 他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为什么讲我不同意 马英九必须 撤掉对这些工人的 的这一个控告 为什么 我刚强调嘛 我说总统是应该为谁服务 为人民而服务 马英九其实心里很清楚知道 这整件事情的原味 是 我不太认为说 他真的麻木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个案子 讲实话 官场工人这个案子 已经拖了那么多年 为什么在这两年 你会看到 大家跳出来 就因为很简单 你老委会编了一大笔的预算 要请律师 跟这些人 对 跟这些人要钱 真正的纷争来自于这里 你看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常会 里面讲的很轻描淡写 一切交给司法 由司法来判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 如果司法不能 我们还可以再用行政补助 什么方式 结果 有的都是你在说的 但是编这些预算 要去控告这些工人的 也还是你啊 我必须要讲说 公务员如果应有所为 而不为的时候 当然他应该受到处分 可是对于公务员 你什么东西是该你所为 或什么东西 你可以不有所为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奋计在哪里 我不相信你马英九不知道 所以我讲蓝天 他只想搏一个名声 就是我是一个 守法守奋的总统 可是你守的法是什么 你守的奋是什么 不要说太难听了啦 你的奋计 有这些人民看的 好像晒那个粪粪 你知道吗 很难看的啦 是 文庄兄 我们从一个最简单 我不是学 我知道我不是学刑法 也不是学民法 我学的是文法 我们从有一个概念 劳委会的律师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当初那钱 给的是创业基金 你想想看 这些劳工 他们被 已经是做几十年 去我们之前 结果代位求偿这关级 你不管怎么讲 那可能是给他去创业吗 可不可能 如果不可能的话 说谎说到这个地步 证明怎么样 证明从头到尾都是凹 所以为什么讲说 马英九 你不是应该这么做 你是必须这么做 撤为告诉 向这些人道歉 然后再把钱还给他 所以昨天我们在讲说 这叫行政高端法院 为什么加两个字叫行政 它为什么不是刑庭 为什么不是民庭 因为行政措施 如果被质疑的话 你可以提起 行政法院的诉讼 所以表示行政材量权 是有很宽的空间在里面 所以政府 这几个 你刚刚如果说 你真的有那个律师 这样讲的话 那个律师赶快叫他回律 刚刚才讲 重新再读法律学分 因为当时给钱的时候 是给多少人 不是给一个人 是给很多人 那给的时候 每个人拿钱的时候 认为说政府帮我们 要回我们的那个退休金 没错 怎么变成创业基金 创新再给 有没有在哪边创业 跟我讲一下 我创什么业 什么项目 这个钱够不够 胡说八道 所以我在这边想说 事实上 马英九是 就像刚才那个 任居说的 该为而不为 也像您说的 可以做而不做 不是说他 可不可以这样做 是他必须这样做 那我们换句话讲 今天在中常会 国民党中常会 他其实是一个很烂的剧本 然后碰到一个很笨的演员 然后演出一个烂戏 其实我们昨天在跟蔡其商委在讲 中常会表演的这一套东西 应该有个剧本是说 等这个叫做什么 潘世伟念完之后 总统应该拿了底下的幕僚 给他的资料说 我觉得这个潘部长讲得不错 那么针对第一 我们要怎么处理 第二怎么处理 昨天谈的 潘世伟不是谈 官场勾计 不是喔 他谈的是尊严劳工 劳工尊严 可是这什么关系 是马英九是越想越不爽 那个时候你们三不跪 三不一跪 六不一跪 我去看店 我去看店触我眉头 他让我好多人被骂 我的民调就被要掉的 所以我就要撑这个局 就他变小了一骂 他的那个小朋友叫王玉琪 是 玉族的玉叫王玉琪 整个大陆的这个行程 统统不好了 不如玉琪 不如玉琪 各位朋友 今天是夕阳群人节 马总统早晨到前天 都对这个官场功能 冲转总统府的张德正提告 今天一大早 兴致一来 他在脸书上又放散 又晒恩爱 不过不是每对恩爱的 今天都顺顺利利 连半个结婚登记 都让人气扑扑 我们来了解一下 新人挑选2014 爱你仪式情人节这天登记 特别起个大早 就怕新的护震系统卡卡 没想到一早全台 多个县市护震事务所 因为前一天软体更新 当机5到10分钟 台北市更是拖到9点20分 才恢复正常运作 有卡但是OK啊 卡在哪里 不知道 就等很久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关全台的护震系统出乱子 连续几天紧追问题的民进党立委段一康再报 该扛责任的其实是前内政部长现任隔魁江仪化 那时候的内政部长江仪化 他为了要抢预算 去违反了一个正常合理的软硬体建制的采库程序 他先去买了硬体 先去买了 花了十余去买了这个电脑 那时候软体都完全没有建制的状况之下 造成今天人跟衣服没有办法搭配 不合身穿出了问题 那当然是当初做这个决定的 就是那时候的内政部长 现在行政院长江仪化要负完全责任 那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上网招标 那硬体的部分上网公开阅览的时候 江院长还没有到任 是不是要统包把软硬体结合在一起 做整体规划 这部分我们以后会作为检讨的内容 内政部替江仪化撇清责任说 98年8月护震系统招标 9月江仪化才到任 但护震系统出包不只是硬体采购 承包软体的厂商资托红宇 也被立委踢爆 旗下分公司在对岸承包 中国铁道部订票系统 平坦岛智慧系统 护震各资恐怕有外泄的疑虑 这家公司熟悉整个 包括说台湾整个护震系统的 包括防火墙或者资安的 相关的一个维护的一个城市软体 几乎都清楚 那假如说这个同样一批人 那他也有中国的公司 里面有中国的员工 那势必很快的能够掌握到说 台湾整个护震系统的一个治安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套系统 我稍微研究一下 这个系统是这样子 他叫随机系统 今天是轮到新北市 明天是临到台北市 再来是轮到台中市 要离婚的有机会成功 可是要结婚也有机会失败 干嘛 这随机不是 这个random不是最现代化的吗 我觉得以后大乐投敢游护震系统 来开采 真正的公平 你知道什么社会报告 好公平 大家也不用抢的去买彩券 其实我觉得老师这个黑色幽默 其实还蛮经典的 我是这样看 就是这个护震系统 我们讨论过 其实护震的效率 台湾的护震 简直是世界的奇迹 因为它真的太好了 可是能够搞成这样 我这样跟大家讲好了 我们的护震系统 不是第一次升级电脑 为什么以前升级从来不出问题 为什么今天会出问题 这一次会出问题 这个这是要检讨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当出问题之后 它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政府显然是 出问题之后两手一摊 我赶快找厂商来处理 就只能这样子 我们讲得太厉害 今天这家厂商是还在 万一厂商 像我们前一段讨论那些 官场工的那些老板 捐款潜逃了 落跑了 那我们以后是怎样 每个人都发临时身份证吗 所以我们这个政府是 完全感觉上 从e-tech到护震系统 好像我招标出去之后 我政府就没责任了 我帮这一家讲几句 讲支托 讲一句公平公道话 他是很熟的 怎么很熟 各位朋友97年成立 98年到现在 他包了我们公交政府机关极建 四百多件的招标案 对 四百多件 然后这一家的董事长 叫做冯定国先生 以前也是个政治人物 所以这也许是巧合 所以我意思说其实你政府 你不可以今天 我觉得我们政府的心态就是说 好BOT的东西 我BOT出去 不管我的事了 厂商负责 招标出去了 出问题找厂商 那我要你内政部干什么 第三我觉得最离谱的是 今天出这么大条的事 你只拔掉一个护政司长 谢爱玲 谢爱玲要不要负责任 当然要负责任 因为护政司长 这是你的业务 可是我请问大家 硬体招标软体招标 那是谢爱玲可以写的吗 他没有办法决定的 你怎么会叫谢爱玲来当余文呢 你应该去追查责任 追究责任 包括当时的资格标 是怎么设的 还有审标过程有没有问题 因为段一康一再讲说 另外一家这个软体厂 维护厂商 他其实早就被政府列入黑名单 那列入黑名单厂商 为什么可以得标 然后段一康质疑说 这家公司只有五六个员工 记者真的到他公司看 真的只看到五六张办公室 那可是这公司董事长一开始说 没有我们有五六十个员工 那请问你的员工在哪里 后来是根本门关起来 我不回应了 这些事情审标 资格标谁审的 这家厂商为什么能取得 投标的资格 这些问题都叫谢爱玲一个人扛吗 是 医院你知道吗 我们花钱限制标 让这个人包 让这个包 现在出事了 要这个司长来扛罪 行政院还必须派专家庶民 去帮内政部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帮内政部 是帮谁 帮厂商解决这个问题 这件事就到司长为止 这个太离谱了 我老实说 这个在民间的任何公司 你一个资讯一个系统出了问题 是不是当天大家赶快抢修 第一天没有好 第二天没有好 搞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到现在都还没有好 这人名真怪 到现在还没习惯 尤其护政系统 那我最近遇到很多选民 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到底现在要不要去办登记 我也可以晚一点登记 没有关系啊 可是到底要不要现在去 那今天不去明天不去 等到下个礼拜 他到底会不会好 不知道 因为上个礼拜的 到现在还是没有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追究的是 那当时招标的是哪一个 现在出来了 江仪化嘛 对不对 江仪化时代一直到了 现在李鸿源时代 可是两个人都躲起来了 先就是打小孩给你看 先出来为什么是 是这个次长出来呢 为什么不是部长自己出来呢 对啊 你至少道个歉嘛 那你至少脸书上面 就是我已经就责了 某某人自己打个大过 某某人怎么样 而不是只抓了一个小孩子 打自己小孩 那我的选民还疑问就说 那既然知道好的 就是现在新的系统 这么不稳定这么烂 那旧的系统 为什么你当时要换掉 你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嘛 对不对 旧的系统没有人说 他有什么明显的不好啊 那唯一不好就是 不是中国的业者 因为这家业者负责了 中国方面的相关的票证系统 唯一的差别是在这里 那在先进国家 他是有关于国家的神经系统 的相关的工程 比方说他的大众捷律系统 他的票务系统 有时像户口系统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是必须 必须有限制的 例如他就不能有国外的相关的东西 我们这边有兵役 对 有财报 有警察的护证资料 对 所有还有选票 对 造册 选民资料 所有这些选民资料 对 所以现在我们假设 退一万步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其实只要瘫痪你的护证系统 你下次投票的时候 你的你的资料会是真的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严重的疏失 这个不止到了隔魁的层级而已 其实总统今天脸书都应该讲 说哎呀情人节很不好意思 有的先生 有的人办结婚登记 竟然只有先生结婚 太太不见了 他应该就这个东西来慎重道歉 所以应验了他们新的发言人一句话 说他们的马总统玩脸书啊 都是假的 所以连发言人都不玩 是 那说真的你都问到 至少李鸿源你是部长 这件台车大条 你应该出来 对不对 那你可以学今天去 这种高筋面粉 米苏西乳 加上酸酶 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 你可以这样 但是你不出来 让一个市场去扛罪 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的 我们这段先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 谢谢 不但是护证卡卡 连国家的内政人 无法这段乱 经济也没办法 下回大家真不错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法宝 这个法宝就是怎么样 就是让大陆委员会的王玉琪 去中国去献保 说带回来一个 不是说要马锡会 而是谈到了马锡会 那这样的一个 一个梦想 马银九有可能实现吗 大家来了解一下 路委会主委王玉琪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在上海和平饭店 两度会谈 原本预计一个小时结束 两人一讲 超过两个小时 还首次触及马锡会 主任从张王会到喜马会 你觉得中间还需要经过 就是什么样的调查会 你给我设定了一个 带有一点 陷阱的一个题目 我就是在想 走出了这一步以后 以后还会有第二步 第三步 我们希望每一步都要走好 先聊的过程之中 两个人是有聊到这个问题 那双方就各自表达 既有的立场 既有的立场 那我在台湾都讲过了 双方都各自表达 既有的立场 不管记者怎么问 王玉琪同一个回答 讲了七次 就像跳针一样 关于马锡会 王玉琪出发前 曾表达会坚持APEC会议 是两岸领导人 适合见面的场合 但国台办也说过 两岸领导人会面 不一定要在公开的国际场合 和依照APEC谅解 备忘录出力 也就是说 我方要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与会 马总统将不能用 总统身份出席 应该用正式的身份 也就是用中华民国 总统的身份 在适当的身份 对等尊严 跟适当的地点 四个原则的情况之下 才能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 进行马锡会 马锡会在今年的上海的APEC的会议 因为APEC会议就是这种领袖人物 不谈到政治的预论 完全以经济的领袖人物来参与 我觉得是最好的时机 他们有谈到了这一个马锡会 那代表的是说 这个他们此行的马脚终于落出来了 很肯定 我们这个社会上一定是没有这个共识 我相信说现在台湾这个社会 最大的共识应该是 如何的拼经济 不是在拼这个 这个所谓的历史定位 另外 事前全台湾基本上有个共识 你买去你去 但是马锡会 不代表台湾人的想法 可是现在如台南这个赖立委所讲的 明显的这次去 就是要去谈马锡会 或者作为马锡会的前哨战 结果呢 所以一直这个所谓的 王雨昕这一趟的中国行 一直到最后一天 终于露出马脚了 他到最后一天 他此行的主要的目的 终于出现了 结果没想到呢 被对岸张志军呢 一个也不算软钉子 应该是很硬的钉子 直接就K回来 所以王雨昕今天 心不甘情不愿的 在反国记者会说 今年APEC不会有马锡会 那可以想象 那个会场里面的气氛 可能很僵 本来那不是说七点钟 对 叫说两点多钟 晚上十点多 求爷爷告奶奶 人家就是不准 对 那所以我觉得 刚刚第一段老师讲到 马银九在脸书po的那个照片 就是巧克力跟热茶 我们大家误会了 其实他不是给周美清的 他是给习近平的 你不觉得马银九这段期间来 一直对习近平平送秋波 一直在示爱吗 对不对 他一直在跟他求欢 跟他示爱 可是习近平不要理他 是啊 你要那个内政的 内政的护政的登记的当机 对啊 因为习近平说 我外面还很多 还没轮到你 排队排后面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让我们国家非常丢脸 照理说两个国家 特别是两个 长期处于敌对的国家的元首 要见面这个事情 要非常非常的慎重 大家想想看 92年孤王会谈 那还不是元首哦 那只是一个政府的 白手套的代表人物 是 他们两个会谈之前 现在经过很多解密的文件 告诉我们 在他们两个会谈之前 有多少密使 透过正式跟非正式的管道 先去磋商 是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 好 两个老人家出面 见面 所以营造了一个所谓的 世纪级的一个很大的 很重大的新闻嘛 今天是两个国家元首要见面 结果你都没有事先的幕僚作业 然后派自己一个政务官 千里迢迢 封城仆仆 跑到对岸去求爷爷 告奶奶说拜托 你不同意没关系 但是不要公开拒绝 让我回去好交差 结果对方完全不给你脸 就是不可以在国际场合 要见面可以 我们私下用党对党来谈 我猜张志军应该是这样讲 但是王一曲当然在现场 他不敢答应 可是我请大家仔细的观察 马英九会不会退而求席式 那好吧 我就党对党好了 我用马英九私人身份 或是用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身份 去跟中共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来会面 如果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台湾人绝对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上海的温度比台湾还要冷 我相信王一曲回来有一个感受 他的脸是热的 张志军的屁股是冷的 我为什么这么讲 我为什么这么讲 你回来 之前是讲不谈马熙会 怎么会回来 文一雄 怎么回来变成确定 没有完 APEC不会有马熙会 所以这个说谎的这个程度 其实就应该送监察院了 对不对 但如果一是罪犯的话 这种罪犯就立刻收押 是 因为你说谎嘛 没有说 立刻收押 收押禁建 对不对 我必须这样讲 刚才连号讲的一个很重点 这也是我心里面 一直耿耿于怀的 就是说当 如果两岸的马熙会 已经成定局了 这个时候才由王玉琪 正式代表政府 去跟对方的官方人员 开始谈细节 什么名称 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 然后要谈多少 那我们这一次 第一次要谈多少 第二次谈多少 是帮马191谈细节 结果你屁都没有 结果你就去放了一堆 有凉的 凉了 凉了 第一 请问如果依支持度的话 请问马英九总统 他代表谁 是 第二个 请问你不要说跟民进党 跟新民党 你跟人民 请问你有没有跟你的党员 说你这次需要谈什么 是 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代表谁 第三点 抱歉 是 你当总统比较好 所以说现在是两个太阳 都是五点钟的 一个是习近平是早上五点 马英九是晚上五点 我刚刚爬上来的太阳 我跟你下山太阳谈什么 对不对 我就说我要把女儿嫁给你 结果快嫁到你家门口的时候 另外那个主人出来说 主人说你干什么 你嫁女儿 谁说嫁女儿 我没有答应你 前面那个 那个已经死掉了 虽然 台湾谁摸谁 人要脸素要皮 说实在 有必要弄成这个样子吗 而且从这几天的马席会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几天的这个 王玉琦跟张志军见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人那个国台办的张志军 是多么的老练沉稳 你知道吗 王玉琦的表现像是什么 如果是谈判专家的话 那一个就是已经是 谈判专家的老道 经验老道的 一个是粗粗毛绕的小鬼就对了 看来让人家觉得难过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结果呢 竟然是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我跟你说是什么 从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 一直到习近平 他们当然希望跟台湾的 所谓的领导人 他不承认你是总统嘛 见面 可是绝对不会是 不会是在APEC的身边 为什么 他要塑造一个在我任内 在习近平也好 在我任内 台湾的领导人终于来跟我 添潮你知道吗 操控了 操拜了 所以我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这才是他的等于说 最重要的原因嘛 才要给你嘛 那你现在给我们的感觉 好像是 不管是王玉琪还是马英九一样 只要我能去就好 你知道吗 所以余燕 联旺讲的有可能 他真的要不择手段 拓面自干扑上去 因为他认为 年底也许有票 所以我非常担心 首先王玉琪他 这段时间前 这些话可以不要讲 去之前要不要谈马席会 不要讲说是或不要嘛 对不对 你能不讲就不讲 然后你每次见面的时候 因为我看每次镜头出来 几次他都常常低着头 双方官员 因为我们都强调对等嘛 你见面的时候 你基本上抬头挺胸 好不好 有个架势的样子 这个有困难 因为那个张志军比较高 热脸也要提 不能老是万腰头背 是 我同意 所以谈话的时候 要不要后来出来之后 即便对方给你否决 打了一颗巴掌 你要你出去 你的确虽然你是国民党的官员 然后你的这一次出去 也没有获得人民的授权 可是我还是希望 你要站得挺挺的 你就不要回答 或者你说我们谈判 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所以我现在先不谈这件事 你那个架势要出来 还有接着对方叫你的时候 叫主委 前面给你加一个台湾地区的时候 然后媒体问说 怎么会这样呢 你就说这是不应该的 还帮他们解套 他转瞬间 他变成了对方的发言人 就是张志军的发言人 王毅奇说 不好意思我们老板是习惯这样 习惯导致的 我觉得这些都不必谈 所以回过来想 他在一个没有人民授权 9.2%总统的一个前提之下 跑到了我们的敌国 我们的邻国 马英九的祖国 去要谈判的时候 他有了这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谈话 那回来了之后 他又要去跟他老板交代 那在马基维利的军王学里面 最容易就是因为 他必须要达到他老板 一个君主的一个要求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 符合人民期待的时候 他会牺牲人民 所以我们高度担心的是 那所以为了马英九 还是要见到习近平 他的终极目标 为了他的选举 他党主席不希望败选下台 所以他要借用中国 所以那马英九要见习近平的时候 中间要交换什么 那到底王宇奇带了什么样的小礼物 私家小礼物 是巧克力吗 去送给了彼岸呢 那他要怎么样去交换台湾 会不会是我们的主权跟自由呢 是过去这一个在非洲或者美国 有些黑人当奴隶的时候 他们看到白人的主人打奴隶 所以有些奴隶心里想说 打奴隶是主人 所以很多奴隶就自己开始打自己 打了他觉得我打奴隶 所以我有当主人的感觉 马英九把人整个人都攻去 台湾人体力建设 这段新闻到这里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 各位朋友 任俊 我们对于马总统多所批评 尤其是中共权力最大 但是刚有人讲 他丢脸其实就是我们丢脸 什么叫马习惠 你骑马让他去练习吗 让人家练习骑马吗 有这个必要吗 应该是这样说 马习惠这个议题是谁抛出来的 很简单嘛 就王玉琪 在还没有出发之前 他就不断不断的抛 我跟你讲一个什么叫 此地五银三百两 这是今天媒体的报道 我把它稍微念一下 王玉琪在返台的记者会 他讲说 昨天晚上跟中国国台办主任 张志军查续时 张志军主动跟他提起马习惠 这个是跟我们这一段时间 所看到的不太一样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看到 其实在台湾这边 不断的喊我要马习惠 然后中国大那边 其实很冷处理的 然后更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王玉琪当场向张志军表示 马习惠必须在适当场合 适当时机 适当身份下进行 你不觉得很好吗 我有一个朋友 很多天邀请我去他们家 你知道吗 但是他跟我说 你如果来我们家 我很欢迎的 但是第一个你要穿西米楼来 第二个你要帮手禮来 第三个你进来要把我们家 祖先脱头 你感觉我会去吗 就是我猜不太好 你自己下去唱 你自己下去 不是 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条件 是说今天我们不是说要去唱衰 我们的总统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总统 在国际上有面子 他有面子我们就有面子 他不要再唱已经够帅了 但问题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也要问的是 马英九你想要促成一个马习惠 你想要得到什么 对 中国大陆也在思考 我跟你见面我能够得到什么 所以今天王玉琪他今天好像把所有的案子 又推给了大陆 你看人家讲说是张志军主动来跟我提 但是我捍卫我的尊严 所以我提出了三个条件 导致这整件事情过去 这个是很白痴的 习近平真可言 张志军主动提没错 但是他后面还有反题 张志军一定是弄完一代题 对 那个马习惠你就别再提了 对 你不是讲好意思 因为我今天跟你讲说 真的不行 别再提了